地方苦等20年终于开花结果了 来看台中东市首座市民活动中心正式落成启用 就在东兴、夏兴及越宁三里的中心 新建地上三层总经费超过5000万的建筑 满足三里近6200人的需求 也期盼与东市民众共享 带动地方发展 请用节热情掌声 洁白的建筑 搭配红白油童花点缀 东市区东兴里、夏兴里、越宁里市民活动中心 正式落成启用 那总而言之 因为大家共同的努力跟促成 那我们下了5000万预算 去年才开工 今年就完工 家会地方 活动中心位在三里的中间点 地上三层的建筑 外观传承东市在地客家元素 内部分别规划 一楼为关怀据点 二楼社区教室 将导入烹饪设备 三楼则预计增设 银法健身俱乐部 测间比更提高到1比4 减少女性民众如厕的等待时间 我们东市区是我们29区里头 65岁长辈的比例最高的 所以不能否认是 东市区特别需要我们这种活动中心 能够满足长辈的这种使用 所以这个长青学院 长辈的关怀据点 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这里头都可以进行 我们期待很久 自从921地震过后 我们就是没有我们的活动中心 所以说我们期待的已经20年以上了 其实这三个里人数已经有6200多人 其实就是希望 因为它离市中心也不是太远 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整个东市区的长辈 1万1000多个人都能来使用 当然至少 至少65岁以上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有到八成 如果加长青学院的进来以后 我们至少可以有八成的长辈可以来使用 等了20年 东市区首座活动中心终于成立 未来办活动 不需要在公用场地 担心空间不足 民众也能来到这里 休憩 交流 活络社区发展 凝聚向心力